独立小组活动逐一介绍 一二年级的独立小组活动分为听、说、读、写四小项 每一项活动介绍包含活动学习目标、CCSS改编中文标准、活动步骤和教具说明 教材针对听、说、读、写四种练习各设计了两个没有进阶式关系的活动 让老师任意根据班级需求二选一 中文比例较高的沉浸式课堂可选择在一周里进行两项活动 小组活动需要的教具多样 老师可以在教师资源中轻松地找到所需的图卡、字卡、录音资料、巨型条、活动纸母板、海报等资源 提高备课效率 教学活动组介绍 教学活动组在学生们进行独立小组活动时将学生语言程度分成初级、中级、高级和母语延伸四小组 每天对一小组的学生进行语言教学 教学组的进行时间估计为15分钟 小组活动纸母板 教材提供所有和小组活动配套的活动纸母板 老师可在活动纸上方找到相对应的教学周数 小组活动类别及名称 然后复印给学生们完成 文化点滴 文化点滴为每周的主题增添了文化韵味 其配合当周主题 介绍一个相关的中国文化小知识 给家长的信 教材每两周提供一封给家长的信的母板 内容简单介绍当周及下周的教学主题及内容 帮助家长更密切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 每个年级的第28至31周是第四个主题 实践 实践包含了四个项目时教学的教学计划 每个项目持续一周 实践以不同观点作为切入点 例如第28周的项目从个人观的角度出发 检验学生在该观点下学习的语文和学科内容